在老祖宗看来 历春比过年都重要 历春之日有哪些禁忌呢 第一 祭搬家 历春当天不义搬迁 因为搬迁意味着动荡 没有安宁的日子 而且历春是节气交接之时 气息勃杂 此时搬迁违背天地之道 古人认为不太吉利 第二 祭礼发 历春之时春回大地草长英妃 俗话说 发乃人生之草木 所以刚出生的草木就去损坏它 不符合自然无形规律 因而这一天不易理发 三 祭躺着 历春一时此时一派生机盎然 在太阳出生的那一刻 我们应该做好迎春的准备 不要一直躺在家里 可以去外面走动走动 感受一下新鲜空气 和春天带来的好气象 利于养生 第四 祭吵架 历春当天要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 不要与别人发生口舌之争 发生了就寓意着 全年是非不断 没有好运气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 要尤为注意 凡事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